实际上的地藏菩萨 金地藏又名金桥爵的诞生 在公元696年 现在南韩的汉城 即是古代的新罗王国 当时他是一国的王子 生活得非常富色 但生性淡薄的他 却毫无一点高贵的感觉 只是一味地保持着静默 和试读着书籍 他的相貌生来不大美秀 不过他仁慈的心 却比任何人醇厚 这可在他从小的时候 就懂得同情犯罪坐牢的人 一点见到 唐高宗永辉年间 一天他读毙诸子百家的书籍 凯然心叹地说 儒教六书 三清道书 唯独佛学的第一异地 最是殊胜 也最合我的心怀 于是就立志志法出家了 那时他正是二十四岁的年龄 出家之后 他爱静 爱休息禅定 因而他绝技要外出 碳密清幽的深山去七修 没有多久 他准备好远途旅行的一艘帆船 携带些随身的行李 和充足的口粮 并牵着随他出家的白犬 善厅单独驾着周籍离开仁川港口 捡着大陆的边沿 随着满繁的顺风 向那滚滚的大海前进 一日 一日帆船开进我国的长江 因受港口沙滩的阻止 他毅然弃船而就陆路进行 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曲径和大道 终究被他在安徽青阳陷境里 找到秀奇的九子山 于是他就攀着峭壁 沿着山径爬上山探看 结果他发现了九子山中 唯一平阳的盆地 他就选择在盆地旁边 清脆犀牲上的十岩七柱 暗一住七十五年 一天 他正端坐入禅的当儿 突然被一只毒蛰咬伤了腿部 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 围坐如故 额寝 由壁中飘下一位美丽妇人 简任再败的溃要说 是才小而无知 毒犯尊严 现在妾怨出新泉 已补过失 烟气不见 不一刹挪 盐壁间缠缠地流出了新的泉水 经此之后 他也就免去了外出脊水之劳 这就是九华山有名的东檐龙女泉 相传 此时山下有一位敏公长者 暗又称敏格老 格老是尊称他的官 他做大官 大家不方便职称名字 所以叫他敏格老 但其生平事迹也失传了 平常好僧乐师 每次举行供养百僧时 总是欠缺一位 婴儿每次都得亲自上山来请他 不然就无法获得圆满的功德 不久之后 为着杜生开辟道场 他向敏公长者画九子山的地 敏公说 随您的遵义 他即将袈裟一领直向太空 设下的黑影 竟把所有九子山地进行遮盖 于是敏公也就很欢喜地 把九子山舍现了 敏公有一个儿子 因敬养他的得范 就随他出家 法名道明和尚 以后敏公因听法的便利 反拜儿子为师 成为佛门中的千古佳化 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旁边 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 和一个老公 就是他们父子两位 他不只乐于修习精神 和一而清朗的禅定 并且于讲经说法外 欢喜摩写大圣的四大部经典 以作广宏布施 所用的文具 由南陵的玉荡等的弟子供养 智德初年的时候 公元756年 山下的名士诸葛杰 率领了一班村老 共作登山的游乐 行至山中平阳的地区 只见七七芳草的上面 弥漫的白云 冉冉上升 日色鲜明之下 西渐的水声 铿锵不解 他们被美景 好奇所使 竟然于不知觉中 往前探忧 不其然 在食言中 发现一位 孤然闭目的 夫作禅僧 旁边立着 折了一族的骨顶 骨顶里 只是装着少数的白米 搅拌着白土粉 不久 禅僧出定了 随把谜土煮熟了 自食 食完又默默静坐 村老们见了 非常感动地说 师父 您这样的苦行 是我们邻居 山下人的过失啊 因而 没有几时 村老们就发心 为他构建一座 颇大的蝉羽 并不断地 供养着四十的米粮 建中初年间 公元七百八十年 郡守张岩 为着敬仰他崇高的道德 和历生的事业 前一旧的四遍 上奏德宗皇帝 正式建寺院 到场至此 方是真于庄严 此时 新罗国佛教的僧众 闻风前来亲近的 有数百人 渐渐 僧多粥少 粮食 无法维持 一天 他在寺堂 开发很多 细粘如面的 清白土粉 准备来补粮食的 不足 但 深受他德化的僧众 却异口同声地 请求说 愿请法师来滋养 惠命 不以务食 而延长生命 显然 他们已经不以生命为重了 这是何等的感动人呢 当时 佛教界中 皆赞誉他们为 南方的枯稿重 真元十年 也就是公元七百九十四年 夏天的季节 一日 他于大殿中 召集僧众诸师告别 诸师茫茫然不知他的所以 当时 只见群山载着悲鸣 岩石载着陨坠 日月载着变色 而他 却安详的 结家夫作的事迹了 那一年 正是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按金地藏菩萨 于唐朝真元十年 七月三十日夜涅槃 是寿九十九岁 我们每年 地藏菩萨圣诞 就是七月三十日 其实 也就是 金侨觉菩萨的 成道纪念日 圆集后 肉身 安在 十寒中 经过三年的时间 图中门 开启 十寒 发觉 肉身 没有丝毫损坏 而且 颜貌 如生无异 于是 举于肉身 迎入 神光领 宝塔 一路上 只闻 骨节 摇动 犹如 金所 汉明的声音 经云 菩萨 勾索 百孩 明矣 可以 正知 为真正的 地藏菩萨 应世 无疑 同时 礼拜 恭敬 金地藏 菩萨 真相 所得的利益 皆如 地藏经 所在 无异 更为 明确 显正 因此 千数百年来 佛教的信徒 不辞 数千里的 遥远 而乐于 发心 前往 朝拜者 落意 不绝 尤其是 七月三十日 菩萨 圣诞之期 九华山 圣地 数十里的 范围内 变满了 一步一瞻 三步一拜的 老幼男女的 佛教弟子 可见 菩萨 结缘之广 感人之身意 至于这 九华山的 来历 是这样的 在天宝年间 李太白登此山 因见山峰秀丽 故更改九子山 为九华山 因为有九座山峰 像莲花的花瓣 故称九华山 大座山银 过来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